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之前的集數 之前我們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消炎鎮痛藥 它的副作用 也挺驚人 但其實在另外一個 大家都很常認識到 也有聽過 其實利用淚固醇來做消炎 效果也不錯 曾經一度被認為淚固醇是一個奇蹟藥 但是在這本書裡面 《藥都不能吃》 這本書的作者 就認為淚固醇這個消炎藥 就是戒不了的無底洞 是認為它是一個藥池的地獄 元醫生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相信沒有什麼人說不認識淚固醇 曾經用過人都知道淚固醇的效果是驚人的 消炎的能力差不多是很快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知道淚固醇是會避免它的 因為很多人基本上的經驗就是 用了之後是戒不掉的 那種依賴性很強的 所以淚固醇其實早期設計是用一些急救醫藥 比如在一種重度的燒傷 破壞的皮膚組織 危及生命時 還有被黃蜂針到 就簡直是封喉這些 在這些緊急的情況 淚固醇的確發揮了奇蹟藥的效果 但是記住淚固醇其實是屬於一種急救醫療的用 但是很可惜現在大致濫用在慢性病 這就是地獄的開始 這些原本是屬於急救醫療用品的淚固醇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大量用在慢性病 比如什麼呢? 柔軌性皮癌 就是所謂濕疹 悠陽性結腸炎 黑龍氏病 黑龍氏病 即是悠陽性結腸炎再嚴重一些 而且膠原病 這個叫做collagen disease 好了 為什麼這些藥會令到疾病更加難的原因呢? 他说开始用的时候是使用类固醇改善组织发型的英雄 但在某个阶段用了这么久之后 他就成为破坏组织的反派 明明是好东西但为什么变成一个邪恶的反派呢 原因就是类固醇的组织 类固醇和胆固醇的肢质结构中是具有相同的部分 开始用的时候身体还可以将类固醇排出体外 只留下消炎的效果 例如二位性肺炎饿用的药 所以能够发挥消炎效果 皮肤变得很漂亮很显著的效果 也认为医生和病人都离不开的 很开心所以不断地用 但是继续用下去就成为反派 他说类固醇会慢慢累积在身体里面 变成一种氧化的胆固醇 令到附近组织氧化之后 产生新的皮肤炎 看来组织持续氧化下去 胶感神经就越来越紧张了 造成果粒球增加 组织破坏加剧 炎症就一直恶化下去 这个就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由于炎症的恶化 肺炎症就变成了重症 皮肤破坏越来越厉害 本来是一个表面某阶段 似乎是处理得到 但一用下去就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了 当我遇到这些问题之后 那医生怎样搞呢 通常会怎样呢 他不会说就这样断掉 他通常就加强一点 通常都是这样的 如果还是无效 又再加强一点 所以呢 所以这些这样的依赖症 那个类固醇依赖症 是人为做出来的 不单是二位性皮炎 或者胶原病 所有用类固醇的疾病 都是经历相似的过程 那二位性皮炎当然 没办法好得上 那这个是可以说 属于一种医原性的疾病 就是由医疗引起的疾病来的 嗯 那经常用呢 是令到这个恶化度 是难以医得好的 那当然这种类固醇呢 就因为令到 令到胶感神经 主要紧张的状态 于是很多疾病 就因此而起了 譬如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是 长期使用的类固醇呢 会出现呢 第一 令到胶感神经紧张 胶感神经紧张 会导致什么呢 是我们腎上腺素的 过度作用呢 产生一系列的症状 嗯 第一 血液的障碍 是 血液的障碍呢 会导致腰痛啊 膝头疼痛啊 头痛啊 那接着呢 主理方法呢 又用更多的消炎疾痛药 ok 第二呢 这个腎上腺素的过度呢 产生的症状呢 会引起 那个果粒球增加 活性氧破坏组织了 那结果呢 关自然受损又肿痛 结果又什么呢 又再肿痛 就是肿痛药 是吧 好了 另外呢 腎上腺素过度活跃的时候呢 会导致脈膜增加快 那脈膜增加快呢 会导致脈膜增加快呢 会有种焦虑感 嗯 就是糖尿病药了 就是糖尿病药了 好了 那最后呢 腎上腺素增加呢 会抑制副加感神经 那副加感神经呢 那副加感神经抑制呢 呢 腾巴球呢 就会减少 令到免疫力下降 于是容易呢 是患到感染症各种的病 因此而起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一只这样简单的蕾固醇呢 是令到我们交紧神经主要紧张状态 肾上腺素过度紧张呢 跟着一系列的病呢 就开始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因为这样呢 啊 病是越来越多的 于是乎呢 患者呢 就可以说呢 身处在地獄 医院呢 就享受丰富的收入 就是无数的东西呢 是第二个病出 跟着第二种医疗出现 一路一路一路呢 可以说数十种的这些 就不折不扣呢 就所谓叫做 药池的地獄就出现了 好了 问题就是 要怎样去理解呢 是的 其实呢 当我们身体有病症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应该强硬去阻止的 因为这些病症呢 其实是一种治愈的反应来的 譬如发炎 身体是靠发炎医病的嘛 你不要强硬去按它 你要让它呢 是顺利经过这个发炎的过程 好像二位性平炎呢 胶原病这些这样的症状呢 即是发炎呢 身体是借助增加血的流量呢 将有些毒素物质呢 排出去的嘛 所以在皮肤刨出去呢 所以不应该阻止它的 有些人呢 是过敏的体质啦 容易有喜欢吃些糖啊 吃肉啊 片食或者过量的食物呢 也都搞出酸性的体质啦 我所谓酸中度的倾向啦 因此呢 果粒球和淋巴球会过多呢 稍稍刺激呢 便会出现皮肤炎 这就是和我们的饮食啦 淋食答案 如果想根治过敏的疾病呢 当然要改善淋巴球过程的体质啦 如果缺乏这个观点呢 采取一些治疗方法呢 是相反的消炎的处理呢 所以才是危险的 但是很多时候医生呢 都轻视了 类固醇和消炎药阵痛的危险 在患者身上就常见使用了 好了 那当大家很多时候都知道呢 类固醇药是不能突然间停的 是 因为有反弹的危险的 所以对长期用这些药的人呢 反弹也都非常之强烈的 那出现了停药之后 反弹恶化的现象 那就是说呢 药物中毒 就是戒断的症状呢 如果患者是单独进行很危险的 那所以要解除类固醇呢 第一 要向你的医生呢 咨询 那当然呢 因为那些胶原病长期用的呢 是很难完全戒除的 那有可能关乎性命 那自己自己断药是比较危险的 那所以一般时候呢 我们建议怎样做呢 这位这本书里面这位医生说呢 他说呢 如果已经用了半年到一年的人呢 要将药呢 先慢慢减一半 维持两个星期 那跟着呢 就再将药再减一半 再维持两个星期 那大概呢 四个到六个星期呢 才慢慢脱落的 这就是安保博士的建议 即是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就不可以在突然间停 所以要随步前进慢慢慢慢慢慢的 嗯 好了 大家都听过呢 近年来呢 有一种病呢 是绘扬性的结肠炎和黑龙肢的病呢 是爆 即是暴增的 是 为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这个数字了 原来呢 在1975年呢 这种病呢 是被认为一种叫做难以根治的病 叫做疑难习症 是 那这种是一种什么病呢 这种病是大肠黏膜出现了微难 那种病呢 熏羊的疾病呢 那症状有土舍啦 出现那个那个大便出血啦 那个混合了黏的那个黏液的 和那个那个濃的黏液的血便 那个血便啦 下腹痛啦 发烧啦 好 那个那个卷态感啦 贫血 体肿下降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种症状下 溃羊性的结肠炎 好了 通常呢 一出现了之后呢 时好时下是不断反复的 患者是需要一世去治疗的 这个就是日本口奴散的卫生署所说的 将这种病成为一种很难医的疾病 你看看这种资料出了之后 当1975年被定为一种难病 患者的趋势是一直增加的 为什么呢?当被定为一种特殊的病之后 患者数目就更加令这种病难医治的原因 答案就是因为我们错误治疗而产生的药物危险 因为我们以为这是一种不得医的病 我只是用一些所谓的治病不治病 它接受了,开始用这种病 断定苦阳性的结肠炎是一种医缘病 因为当然真正的病人有压力 导致我们加感神经紧张 果粒性破坏的组织 证据就可以看到的 在血液里面检查可以看到 大幅超过正常范围的果粒数字 增加过在贫死的时候 就会黏在大肠的黏膜上 释放一些活性氧 就会伤害肠的黏膜 令到黏膜微烂和固扬 这个真正是病人的压力 其实所有的病人身体都有自己康复的能力 越年轻治愈的能力就越强 所以这些结肠炎的患者在年纪轻是比较多 因为身体是促进大肠的鱼动 令倒缩大肠里面的髒东西 用辐射的方法排出去 因为其实年轻的人有这种治愈的能力 护胶感神经就占了优势 令到血管扩张、恢复血流 令到促进受损黏膜的重新再生 这种过程就令到我们的知觉神经 变得过敏、引发感痛 这种过敏、痛、吐舌的反应 其实是身体一种医治的过程 全部因为身体的组织是康复的过程 产生的治愈的反应 好了 如果你不要去压制它 让这个过程 自己慢慢经历这个过程 当然从事要减低消化力的负担 如果能够好好地绝食、休息、断食 不要吃东西、不要动 其实这个病后自己会好的 很可惜大部分人不是用这个方法 因为见到那么害怕 就开始用这些所谓最重的消炎药 就类固顺了 好了 但现代以后不明白的 这些肚射、肚痛、流的脏 骚髒的东西 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东西 就要按它 要按肚射、肚痛 开始用这些消炎震惊药 其中一种叫做Pantasa Celesopyrin 这种水阳酸的药物 亦是抑制炎症 当然很快就用到类固顺 好了 这些负作用这么大的 大量是用在这些症状 就不是给身体自愈的康复 自愈能力而轻的人 可以说是发癲的 可以看到 当我们这些手法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病是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 成为一身的病人 亦都解释到 这些病 当被政府一段定为一种特殊的病之后 为了阻止病症惡化 这些指导 这些一本书的指引 全部是开始教人用这些方法 另外一个叫做黑龙肢病 抑制炎症 亦都是和溃洋性的结肠炎 是爆炸性增加了 亦都是经历了相同的医疗过程 变得更加难医 而黑龙肢病 是年轻的人 安保博士说 因小肠为止消化度 虽然是磨性发炎 引起溃洋 管道内径合习化 就是腸慢慢缩 腸壁穿孔 这些变化 当然会有发烧 肚痛 肚舌 血便 体肿严重减轻 小肠是淋巴球的领域 那粒球没有办法入侵 但是凄缩在小肠的 巨雀细胞 就会引发发炎 通常在医疗方面 除了用消炎真空药 还有铝固醇 还有一种免疫抑制剂 叫做新药 这些药都有无数副作用 是会增加这些问题 是越来越差的 原先发明的时候 铝固醇 其实真的会有消炎的作用 只是应该用在一个紧急的情况之下 但是 在滥用的情况之下 大家不断地用越多 因为他刚才也说过 他又不可以一下子停 停反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令到病患者 甚至医生 只会不断地加重 加重的时候 也引发了很多的后遗症 也引起很多严重的慢性病 这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继续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类固醇 若似地獄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 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 就是 《类固醇》 《药池的地獄》 上次我们听过 濫用了类固醇的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 其实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根据安保博士 在这本书提及的 他说 无论是一种癒扬性的结肠炎 或者是黑龙肢病 万向要求 第一部份是要停药 当然 如果有些人 乞责持续恶化的人 都没办法 要先吃一吃药 但是 停药后 原本受过抑制的症状 慢慢会一口气出现 两三天里面有激烈的腹射和肚痛 过了之后 大部分一个星期 炎症就会痊愈 当然 尽量在这个方法 总之不要用药的方法 在我们的处理方面 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都有说过 大家有兴趣 其实可以去听 因为医疗的方法 其实很多 现在 在安保博士 他们的第一手法 尽量不要靠这个药 是的 刚才也是 但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例如食疗方面 同外疗法 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 大家可以重复去听 是的 这本书里面 也强调了有五个医疗方法 药物只是最后最其中的一个 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处理 一般来说 我们都知道 很多时候 在二位性皮肤炎 治疗的药物里面 都要用很多 类固醇的情形 差不多大部分人 有所谓的 二位性皮肤炎 所谓的濕疹 大部分人 都是跟类固醇 不断地来掙扎 大家都知道 类固醇有反弹的问题 亦都要依赖它 这是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都 有这种病患者 都会有这些经验的 那说到日本 一本说到日本的资料 日本患二位性皮肤炎的人 大概是三十五万人 医疗 通常都是广泛用类固醇 出现了反弹 患者是不计其数 刷了又好 不刷又复发 这些是反复的 药物依赖是很严重的 而皮肤炎 是无缓准对恶化下去的 所以简直是地獄的 真的很可憐 你看到这些病人 当时我们都不断地处理 很多这类的病人 我记得有些病人 都年龄很大的 四五十岁 你可以看到 他查到身体的肌肉 已经凹了 因为类固醇是一种 会破坏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所以皮肤会越薄 越干薄 还有皮下的肌肉脂肪 都会被侵蝕了 你已经看到 摸下去的身体肌肉组织 是变了的 是差不多 凸凸凸凸凸的 是很严重的 好了 那问题呢 为什么会出现呢 这要讲到日本的情况 他说 在法比医生 临床医疗指引 那本书里面 对类固醇的这么大的副作用 反弹现象 是隻字不提的 所以医生很安心 无限地使用 即使患者抱怨不惜 也都以医疗指引中 没有写过来打回票的 于是当然方便他逃避自己的责任 所以可以看到 雷固醇的问题 到今时今日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指引 其实是日本皮肤科学会的制作 而做出来的 当然全国的皮肤科医生 都依赖这本 这本无视最大副作用的指南 令到患者 成为雷固醇的药煲 问题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他们改不了呢 因为在医学上 在西医学上 他根本没有办法医疗病 唯一就是靠雷固醇 其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这些二位性鼻炎 指南明确写到 做为一种抑制症状的对症疗法 利用雷固醇外用膏 或者其他一种软膏 就是基本的治疗了 为了保湿 保护皮肤 和抑制的疏养 指导医生开一些抗组织安基 就是抗敏药 加进去 你看看这些药 一直扔下去 就是这些药物依赖的指南 这些情况 从来对雷固醇的 依赖性 和反弹现象 都不提 所以 最重要的是 也没有说过 任何和二位性鼻炎的骨抗 例如飲食治疗 很重要的 而最大的二位性鼻炎 其实是偏食 饮在砂糖 动物类的饮食 令体质恶化了 要根治二位性鼻炎 一定要改善生活习惯 但是指南书里面 看也不看 这件事出现很严重 终于在日本 也有七位皮肤科医生 忍不住 就向皮肤科学会 揭肝起义 2010年3月10日 在东京都神内村域 和爱知院里面的皮肤科医生 提出要求联署 代表在一位叫做 深谷原济医师 曾经任国立名鼓屋医院 写了一篇文章 提出那个类鼓醇依赖 就是2010年 希望日本皮肤科医学会 修正指引 这个也有良心的医生说 终于有些人出来说说 在我们过去治疗这个问题 都很了解 很多时候是一种敏感的 尤其是鸡蛋敏感 鸡蛋敏感 牛奶敏感 对砂糖肉类 这些是过分的用 令到身体的体质差了 所以在我医疗里面 我尽量要找到敏感源 割掉一些食物 还有要用小食 吃多些蔬菜 是自然饮食习惯 还有改变我们生活的饮食 是一个最紧的基础 当然了 走不掉的就是我们的同类疗法 有很多这方面 是很好的治疗工具 给大家可以用得到的 很多时候 刚才说过 在二位性皮肤炎 濕疹方面 铝固醇用很多 有些人觉得 听到现在坊间有些人说 我用那个东西没有铝固醇的 医生说没有 但其实是指痕液 但其实 那些指痕液里面 其实都是有那些铝固醇的剂 一点都不可以 塗在小孩子身上 是不是 很多时候 有些人 用很简单的 叫它指痕液 但很多人没有去看它的成分 通常你去看它的成分 它有一个很常有的成分 就叫Dexamethasone Dexamethasone 其实就是皮质的铝固醇 当然 指痕是有优良的效果 另外一种的成分 叫做炎酸义笨安明 Diphenohydermine 这也是一种 所谓的指痕的作用 好了 我们宋文仔的皮肤这么幼暖 塗多这些药膏 当然希望会用一些 没有刺激性的 但记住 任何毒物塗在皮肤 都会经过皮肤吸收了体内 所以尤其塗在皮肤里面的毒物 其实会直接成为叫做精皮毒 在身体体内引起不良的效果 所以大家用些东西都要小心 好了 我刚才所说 有几种主要成分 大家看看 这个成分 其实是铝固醇的剂 Defamethasone 这种剂 是令到你的病 是更加难以治疗的 因为它有显著抗炎作用 被捧为神奇迹的药 但是这些副作用 是陆续传出来的 首先 通常查的那些人 表面好像皮肤 酚酸皮炎那些人的皮肤 表面好像很好 长期用了就大逆转了 因为交感神经紧张 令到血液受阻 副作用就如雨后尊順 一霧而出 作用强大 但大量使用 亦都会引起重大的副作用 所以 使用其他药物 无效的重症 要求用其他药物 无效的重症 你才会使用 它只能够作为 暂时抑制疾病症状的使用 人家说的是用在重症 你被蚊虫咬的时候 狠狠的 这个是否属于其他药物 无效的重症 因为有很多其他方法 所以简单来说 一次都不应该抑制 腎银仔身上 另外一个毒物 就是炎酸耳酮安明 炎酸耳酮安明 就是Difanhydramine 这种是抗敏药 外用药 当然能够抑制 过敏化学 传導物的物质作用 舒缓症氧和发炎 所以外用药 肤症肌是过敏症 皮肤红肿 症氧加剧 因此查了之后 会更加严重 乖乖乖乖乖乖 原先是想着 用来做止痕 但原来查了之后 那个副症 更加会痕 更加会出现 红肿的状况 很多时候 这些物质 都会有另外一些 杀菌的药 所以真的不应该 那么轻易 用这些所谓外用的毒药 毒物加在身上 很多时候 人们要被拔咬 有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记得 我们也有这种做法 那时候 我们在走痕种的地方 用指甲 几个十字架 不知为什么会做出来 从来没有教科书教的 只不时 我都会像 其实又想拯救他 又不想拯救他 用指甲去按 自然会押一个十字文 那这个是令到那个 含氧感就分散了 舒缓了 那当然 那为什么会惹蚊很厉害呢 平时吃太多甜食 油腻食 和动物类的食物 身体变得酸性 那这种情况 被蚊咬了之后 反应就会更加严重 那所以呢 由头到尾都这么说 身体是 食物的营养做出来的 要处理身体 任何问题都好 都是用食物和生活开始 那除此之外 当然有很多好的自然医疗工具 看我们的听众 当然都应该听过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包括我们的同类疗法 这方面的 嗯嗯嗯 是 那其实真的 在我们这本书 《若都不行吃了妈》里面 作者里面 其实就是说 我们人体在身体里面 其实存了有一百个名医 在这里的 下下呢 其实应该我们 探救回 用回我们自己身体的免疫能力 我们的一百个名医 帮我们处理身体的问题 先 雷固醇的出现 是一些很严重很急症的问题 是作一个暂时那个 可能就是说 救回了一条命先 但是呢 事实上 现在的人 实在太濫用了 好像小小的蚊钉虫咬 都以为当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用了这些那么重的毒液去解决 但是最终呢 是自己呢 含入了这个 这个药物的地獄池里面 是不能自拔的了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很多谢袁医生 再和我们分享了这些的资料 那样 那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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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